妈,妈,你别走吧 别拉我,拉我干什么呀 你这干嘛去呀 我干什么去,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 妈,你这拿着包袱 你是不是要出去打工去呀 对,我就出去打工 我不出去打工,我在这个家干什么呀 妈,你不能走呀 你这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就是,妈,你一走 这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呀 你听听你们三个 到现在,还想着让我凑合你们 你们都多大了 都装这么大了 连一个说线的都没有 提起你们三个,都不愿意要你们 你们三个,也不想丢人 不要就不要呗 妈,你发什么火呀 这我们三个还不想嫁呢 我们在家里,多陪陪你多好呀 是呀妈,你就别出去了 你们,非要把我给气死啊 你也看看,这快过年了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过年吃什么,喝什么呀 人家过年,大鸡大鱼都是吃 咱们家呢,都是青菜,萝卜,白菜 我们这日子,家人没法过了 家里呀,我是一天都不能带了 你们不是不干吗 今天,我非都不可 谁拉我,我打谁 妈,你不能走 别,别拉我 妈,妈 大姐,二姐,现在怎么办呀 我能知道怎么办呀 行啊,这妈呀,都走远了 咱们呀,还是回家吧 大姐,这咱妈走了 我早上还没吃饭呢 我肚子饿了 你饿,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我也不会做饭啊 这样吧,小妹 咱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这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二姐,我这刚睡醒 我肚子饿得不得了 我哪睡得着呀 那你不睡觉,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会做饭不会 你去做饭吧 我不会 那走走走,回去睡觉 睡觉睡觉去 好饿呀 大姐,你干嘛呢 你这样疼东西 我也好饿,就分了一点嘛 我就这半个磨了 你先分了一半嘛 先让我垫一垫肚子 咱们不跟小妹说 那行,你别对小妹说 谢谢 大姐 大姐 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我妹也饿呀 姐 你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吧 我饿得不行了 我睡觉我也睡不着了 小妹 要不 厨房里还有一点水 你去喝了吧 对对对 光喝水 那也不顶饱呀 喝个水饱也不错呀 你喝不喝 你要不喝的话 我跟你二姐去喝了 就是就是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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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呀 大姐 小妹 你这怎么了 是不是 你怎么了 大姐 你们俩让我喝水 我喝得我都拉肚子了 小妹你拉肚子了 你可不能生命啊 生命了 咱们也没钱干命啊 是啊小妹 现在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 上哪给你弄钱看病去啊 姐 你们两个都不能想想办法吗 你总不能 就让我这样吧 我们能想什么办法呀 这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家里都空荡荡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卖呀 大姐 你说卖东西 咱们俩不会有个三驹车吗 哎 对 咱们把饭车卖了不就有钱了 是啊 那等着妈 走找人去卖去 走走走 好 你们俩使劲啊 推着呢 这一下 把车子卖了 电视机卖了 就能够我们 有好多钱 够我们吃好多好吃的了 对 这台电视机啊 还是妈结婚的时候卖的 这肯定值不少钱 就是 走走走赶紧走 二姐 昨天吃那个火锅真好吃 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今天 不知道啊 问大姐呗 叫大姐 大姐 大姐 快出来 大姐 干什么呀 快来 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吃什么 要不 还是上次那个火锅店去吃 对 我觉得可好吃 可以啊 那你们两个有钱吗 大姐 瞧你这话说的 这钱 不都在你身上放着吗 是啊 你们两个没钱 这我身上的钱都花完了 怎么都没钱呢 咱们家里卖东西 能卖的都卖了 这钱不都在你身上吗 是啊 大姐 我记得卖了好多钱呢 你还好意思说呢 这几天 天天吃大鱼大肉的 一点就点那么多东西 这钱 哪进得住这么花呀 大姐 就像你这样说 咱们现在又没钱了 我可不想在锅店中 没钱的日子了 反正 我身上也没钱了 你们两个看怎么办吧 这都怎么办呀 这里能卖的都卖了 只剩下个房子了 卖房子 可是 把这房子卖了 我们住哪去呀 大姐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挺好的 卖房子 咱们都没钱吃饭了 还管住什么呢 先把房子卖了 把肚子填饱再说 对对 大姐 咱家这房子 肯定能卖好多钱呢 哎呀 先卖了吧 卖了填饱肚子再说 这有钱啊 到哪住不是住啊 咱们去住宾馆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 啊 对 我们说的 那行 我们呀 就把房子给卖了 行行行 走咱们找人去 走 走买家去 大姐 好饿啊 我走不动了 大姐 那有个瓶子 小妹快去捡吧 怎么每次都让我捡呀 快点吧 我和大姐 我们还抬着呢 挺重的 昨天我都捡了一天了 你们两个就知道欺负我小的 明天就不让你捡了 那还有一个呢 快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点啊 快点啊 把这瓶子卖了 我们就能买东西吃了 就想吃个鸡腿 买个馒子都不做 还吃鸡腿 走吧 这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我那三个闺女过得怎么样 回去看看吧 现在这边瓶子越来越少了 现在这边瓶子越来越少了 是是 妈 真的是我 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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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在这干什么呀 怎么在这里 淀个泡带子干什么呀 妈 我们在捡瓶子呀 卖钱 买吃的 对妈 我们现在不懒了 什么 还不懒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走这三年 妈 你们三个 就在家过这样的日子 靠家族来回去生活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也不能饿着呀 行了行了 别再说了 别叫别人看到 笑话我们 赶快回家再说 赶快走 妈 又怎么了 这哪还有家呀 这房子被我们卖了 对妈 那是大姐卖的 什么叫我卖的呀 这卖房子的钱 你们俩没花呀 你还花了呢 你比我们花的多 行了 你们啊别再吵了 你看你们三个 都装这么大的闺女了 在家里也剪破烂为生 你屋里干个新毛工作 也不至于恶着你们呀 妈 我们知道错了 不过现在好了 你回来了 这油啊就有人给我们做饭吃了 是是 妈 以后我们也不用剪破烂了 你们现在很想靠着我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三个就这样自成自灭吧 这一趟我压根都不应该回来 妈 妈 别拉我 妈 妈 怎么又走了呀 这 大姐 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呀 我觉得妈 说的对 我们以后不能再这么懒了 我们得找个工作 要不然 我们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啊 大姐 我们不要嫁不出去 就是 我们听你的 我们找工作 行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赶紧去把妈给追回来呀 对对对 追回妈 妈